光明時槍 以前讀初中是經商去的 因為很多私裝 超脫衣服都坐在那裡賣 我記得當時我們男子 那些服飾很同一樣 不是校服 是那些我現在叫鄺燦的試飾莊 槍袖襲衣服 黑色背心 然後也要拖白褲 當時是勞行吵蠻 莫青森巴 我媽媽很擔心鵝血光明時槍 因為那時工藏印的工資很低 我當時不認識 我當時以為 他不捨得 有錢運到回來 又不捨得贏 又不捨得穿 後來我大了 賣屋 賣車 結婚 他每次都 都拿夠錢出去說幫我 我只知道 即是Cuddy的本人 就 褚褚褚在自己近友的那時哼哭 生氣到 一隻女有機會用的時候 不用那麼巧合他享受 所以 我覺得 很無為大那種 就是Cuddy自己可以 喊很多福 但一定要製亂幸福 所以 那時候搬 其實我 對Cuddy那種 不捨得的感覺 不是 不是她在這裏 穿載了那個Gialin 而是 她穿載那段時間 是我媽 捱得最辛苦 那段時間 那是 我覺得自己是 最不生性的那段時間 並且 同名的 所有動情 都會在 孤單 十年 穿載